中国跳水队于当地时间20日抵达布达佩斯 第二天便投入到适应场地训练 以及最后的冲刺准备 为了防疫 组委会减少了场地训练次数 中国队赛前单数日一日两练 双数日仅有一次下水机会 队伍想尽一切办法 让运动员尽快熟悉环境 五年前施锦赛的跳水争夺 就是在布达佩斯的多闹河水上中心进行 如今中国队的 当年他与陈爱森联手 夺得了男子双人十米台的冠军 如今他的身边渴望并没有变 全红蝉不仅是第一次来到多闹河水上中心 而且也是第一次参与世锦赛的争夺 与奥运会时不同 本次比赛他将参与单人和双人两个项目的角逐 明天他将在单人预赛中登场亮相 没有不适应的地方 这边风景很好 然后场馆很大也很漂亮 有一点紧张 但兴奋更多一点 有卫国灯光 每一场比赛都当决赛去比 就发出最好的水平 新武银两童的战绩 算不上经验 五年后 一只群 三语 我爱你 我的娘 哎 我的娘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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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体育总局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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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国陈宗盛 陈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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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陈宗盛